林鄭昨天是星期二晚上京的了 林鄭是星期二晚上京 但是澳門的特首何一成 就在星期四晚才上京 星期四才上京 抱歉 星期四才上京 林鄭流流北京時間比何一成多一天半的 那一天半林鄭帶了誰上去呢 除了林鄭之外還帶了陳茂波 就是侯上京司司長 還帶了特首辦主任陳國基 陳國基就做了一個史官形式 就是記錄了所有行程 安排行程 談過的範疇 或者見過的什麼部位 這個就是一個史官角色 那究竟林鄭月娥和陳茂波上去 還有什麼可能性呢 會不會兩個都在上京面試呢 陳茂波和林鄭月娥一起上去的 在熟職期間呢 他應該和林鄭月娥一起的 但是在熟職之後 究竟陳茂波和林鄭月娥是做些什麼呢 林鄭月娥昨天曬老介事說了 就是這次上去北京呢 除了熟職之外呢 沒有其他安排 那說那一刻呢 可能真的 他沒有說謊 但是跟著可能第二刻就已經有所安排了 就是已經有人載了去見一個人 那會不會林鄭月娥和陳茂波 是想去都是要是面試 要是面對結果呢 是面對結果派賽呢 就是你們可不可以參選特首呢 參選特首呢 是其中一個林鄭月娥上京呢 是最大的其中一個估計 那其中呢 就是大部分的輿論 包括了建制陣營國覺得呢 林鄭月娥呢 必然就是連任這個情況呢 是變差了的 似乎要出現競爭 那競爭主要呢 就不是林鄭月娥 這次突然間上去的事實這麼簡單 那競爭包括了董建華 董建華多次呢 是做王者的 董建華呢 其實林鄭月娥 都是董建華做王出來的 但是這次呢 董建華呢 那個基金會呢 是似乎呢 就沒有支持林鄭了 他這次似乎呢 就撐了雞珍 就是撐了陳同富珍 陳同富珍呢 在選舉日呢 都來到會議治安中心 就是來到香港最重要的目光之下 就是所有呢 就是這些記者呢 都聚集的地方 那就是陳同富珍 是不是真的一定會參選呢 是不是已經是通過了呢 所以陳同富珍開始香港活動呢 跟著林鄭月娥上京 或者陳同富珍上京 是不是反而接令一些命令 就是在整個運作上面的命令之外呢 就是他在政府未來的運作上命令之外呢 會不會還包括叫他們補選呢 這個真的是問號來的 但是呢 從董建華這個人的動向 董建華本身 是不是董建華去做一個決策 就是推林鄭月娥上京 推這個照片 推這個照片 推鄭月娥上京 推林鄭月娥上 是不是這樣呢 這個問號了 但是呢 你見到 就算是強於梁振英 都需要參加團鄉基金呢 去接近董建華 那你說做王者的角色呢 都挺重的 當然他最近可能病得很厲害了 所以他連選委會投票也沒有辦法出席 可能就是已經臥床了 但是臥床是不是等於他出不了命令呢 一個兩個事 那會不會就是他認不出命令 所以他這次就再捧林鄭月娥 再捧陳蓬佛珍 如果捧陳蓬佛珍的話呢 那林鄭月娥呢 機會大減 因為本來林鄭月娥是她捧出來的 就是說本來捧她的白駱 這次就選別人 選你 那會不會意味著呢 林鄭將會在一個特首的演任上墮馬呢 如果墮馬呢 我相信很多香港人會覺得開心和欣慰 因為我想大部分香港人都不想 看到林鄭月娥繼續統治香港 繼續她的那種就是有一點點 如果你說好聽一點 她就說強正例子了 覺得不好聽一點 就是野蠻得來 就是走錯路和林德文森 那會不會這個情況出現呢 綜合了她要相機純跡 是給可一承提前日本 給日本空間就可以見不同的人 第二就是本來可以用視像的形式做 結果改了用實體 就是由香港飛去北京做述職 就見了陳茂波和同事 第三就是董建華 在大約一個星期前突然間有另一個動作 就似乎董建華是在捧著陳復古真 反而就不是再繼續捧著林鄭月娥 林鄭月娥如果失去靠山之後 會不會結果都是導致她不會再參與這個補選呢 又或者林鄭月娥想經驗 是不是聽到另一個政制上面的一些指示呢 北京在星期一 就是剛剛選舉之後第二天 就發表了政制白皮書 白皮書基本上說了就是說 大概意思就是說 在那些年代你們沒有民主的 現在我給你民主的 也都根據《基本法》 仍然有空間在《附件一》和《附件一》繼續改動 至於立法會和行政長官的組成 基本上分別在行政長官跟45條 而立法會要跟68條 這些可能不會變 但68條45條的條文沒有變 後面的附件可以變的 一般人類常常都是用改變的附件內容 來改變選舉制度 2014年在大概6月 中國發表了一個有關香港人管治的白皮書 白皮書裡面的內容主要強調了 就是我剛才說的 強調了全民管治權這兩樣原則 接著就在兩個月之後 8月的31日 人類常委通過了有關香港政改的一個附件 將香港本身選舉行政長官和立法會 就經樹附件就是完善選舉制度擺進去基本法 變成就是由北京決定了香港選舉制度 那就是雖然呢 就是做這個決定就是人大常委決定的這個期間 大概是兩個月的時間 那會不會今週一 即是說是10月20日 今年的10月20日 即是幾天兩個前的星期一 那就是中代已經發表了有關香港政制 和香港政治的白皮書 那會不會有兩個月後 在大概這個時間呢 就當是一季呢 有一個農曆年 那麽香港會出現了政治體制改革呢 又是會不會在政改方面呢 是三層議會都有所涉足呢 還是說其中只是涉足第一層議會呢 其中第一層議會呢 在說的是這個區議會 區議會現在很多區議員呢 就要麼辭職 要麼自己離開了 要麼自己辭職 或者甚至被DQ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香港的立法 香港的區議會是否需要補選呢 如果需要補選的話 是什麽時候呢 會是下年了 即是說在特首選舉之後的一段period 合理的時間呢 就應該是補選這個區議會的 那會 現在有任何聲音 有任何的一個傳話 在報章看到這樣的報導 但是會不會呢 這次都是一個可能性 就是林鄭上京其中一個聽到的意見呢 就是將區議會的補選呢 就繼續進行做呢 會不會呢 又或者就甚至立法會和行政長官的選舉 會不會都有所安排呢 這個都是特別的 即是說林鄭上京的話就未必一定 正是收一個order 就是他不可以再選特首 未必一定是這樣 可能更大的order呢 就是要他捉緊了一些已經定了的政策 就包括了可能在政治上面 可能在政治上面都有 那會不會反而呢 今次是想去收集意見 就收集一些指示 那會不會這樣呢 可能在這裏面上京述職 即是說林鄭上京述職 未必一定跟他前程有關 但是可能跟香港政制體制改革有關